哈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特别啊 我们邀请到去年因为一支YouTube广告 而声名打造爆红的一个人啊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句话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事实上啊,这是YouTube上的一则广告啊 由来自洛杉矶的一位创业者 Alan Pearl啊,他的真实名字叫做Alan Ling啊 这是他所创造刊登的广告啊 那也因为这则广告啊,他被号称是亚马逊节啊 那去年卷入一连串的这个风波 今年呢,他的事业其实还是继续蒸蒸日上哦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把Alan Pearl要到节目中啊 是因为我有一个粉丝 那他现在也成为我的朋友 他跟我分享说 他最近上了Alan Pearl的这个线上课程 因为Alan呢,他现在是在教大家 怎么样用自动化销售系统来销售线上课程 他上了他的这堂课呢 觉得收获蛮多的 所以呢,他推荐Alan Pearl给我 那我就想说,既然Alan也在洛杉矶,也在美国 那我不如要他到节目中聊聊 这一年来过的怎么样 以及他现在怎么看待去年的那场风波啊 当然我们还会聊一下他的创业历程 好,那现在我们就起来欢迎Alan Pearl Hello,Nicole好 非常感谢就是你给我这机会来上这个节目 那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就可能大家因为去年的爆红事件 可能对我有一些了解 所以Nicole今天就是要来挖我的料吧 对对对 而且也很好奇你怎么走过去年那一段的 这样子的动荡的旅程 待会也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 没问题 那我们先来回顾 带大家来了解你是怎么样出道的 我知道就是说2009年的时候金融海啸 你那时候就在美国了 然后你也不幸被裁员了 就是因为被裁员的关系 你后来才有这个契机进入电商产业 然后好像是跟你父亲一起成立了一间电商公司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十几年前的那段旅程 因为我相信它是对你的职业 有很大影响的一段经历 没问题 其实当初我就是像就是一般人一样 我从来没有 我那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要过创业 我那个时候大学跟研究所念的都是 反正电脑graphic 电脑游戏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 在那个点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都会从事电脑游戏相关的 那个时候我的那个目标也就是当一个游戏的美术总监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所以呢 当那个时候发生了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会被踩 虽然说就是身边很多人都都被踩掉 但我没想到 诶 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那那个也都是很突然 因为现在又是第二波的金融海啸嘛 所以大家在网络上面可能也看过很多那些 呃就是被裁员的那个心酸 是 其实我跟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基本上就是跟你们在网络上看到一样 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其实被裁员的感觉有点像是 呃有点像失恋 被迫分手这样子 对被迫分手 在你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然后你就被迫离开这个公司 那其实那一段时间我蛮 我蛮 我蛮depressed 我蛮 我蛮难过的 因为那是我才二十 哇那是几岁 反正二十几岁 那个时候人生还没有 还没有遇过什么大波大浪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点我认为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波折 嗯 那呃 我记得我就是一直在 呃 我在那个时候我还一直去试着去找下一个工作 一直投这个旅币表 但是全部都没有下 那最后 呃 我爸那时候也是他的公司 也是遇到金融海啸 然后被迫需要有一个新的 他也需要一个新的东西啦 新的 有点像是新的 新的公司的方针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做传统国贸企业的 我们就想说 诶那个时候刚好就是 我身旁有很多朋友都在做电商 我想说 诶 那我们就把 嗯 呃 这个部分 我们也来做做看好了 就拿我爸 传统工作的经验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 之前也有在 那时候Amazon还没有起来 我在eBay上面有卖一些那种 呃 书啊 还有家里面不要用的电子器材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 呃 嗯 combine 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事业 试试看 那 当然那个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电商可以做到这么的大 就是每年 每年几百万美金的 这个营收 想都没有想过的 但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后路了 对 对 在没有后路的情况下 你就会非常focus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那段心理过程大概是这样子的 嗯 那个时候有一点那种破釜成中 all in的感觉 把你所有的资源 精力 甚至是可能金钱都投到这个上面 那我们知道 其实你在蛮短的时间之内 靠着一支YouTube广告就大红了 然后那支YouTube广告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聊那支YouTube广告怎么做到 我是很好奇说 一定是在这支YouTube广告的背后 你做对了一些事情 才会如同像你刚刚说的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为你带来几百万生意 现在你算是有一点pivot啦 你的这个职业 但是还是 我相信那段电商的经验 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养分 你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现在回顾 你的电商事业能够成功 有没有什么三大心罚 或者是最重要的几个心罚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OK 我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 那个其实我在我的所有影片里面都有讲过 就是选对立即商品 然后这是第一个嘛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是在 刚好对的时间 做了正确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是 其实没有很多人知道 电商可以赚钱这件事情 我那个时候也不觉得 电商可以赚很多钱 就是当大家都还没有在 说电商是一件事 然后我就投入了这件事 就是基本上就在别人开之前 我就去做这件事 有点像是一个产业的 early adopter 对对对对 一个产业的先驱吧 我可以这样讲 那第三就是 其实创业 本身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创什么业 电商也好 或是我现在在做这个 线上行销 线上课程这个东西 它一定都会有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想办法去跨过这些点 我常常在讲一个 就是说 我们business owner 其实就是problem solver 没错 就是有点像是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那种感觉 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就是一下下就很容易放弃 哦这个软体不 work 这个放弃 哦这个产品不 work 就马上放弃 我们的business owner 就是不断测试一些新的方法 然后最后找到管用的方法 大概是这样子 刚刚说你第一大新法 我觉得是关键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市场当中 找到一个niche market 就是一个对的产品 因为在网路上卖东西的人那么多 那时候还有eBay吗 真的电商起来的时候是Amazon 因为Amazon现在基本上是垄断很多个国家嘛 现在不止美国了 反正日本那些都是 因为之前eBay的marketing 它可能做的没有Amazon那么好 然后也没有它for consumer来讲 没有那么的方便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那个时代 可能还是会更倾向于在实体店买东西 但是因为Amazon的崛起 大部分人就开始 哦Amazon好方便 两天之后货就到 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原因 嗯嗯 把那个大时代的那个background 你帮我们讲出来 好像回到那个2010年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 找到你的立基市场 有没有就是一个比较简短的 因为我很多听众朋友 他们也想要做 他们也许也是做eCommerce 或想要做个人品牌 做自己的business 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 找到立基市场 是任何business当中的 你能不能被看见或是制胜吧 的一个关键元素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个时候 OK 其实那个时候 基本上因为我爸他本来 就是在做传统市场的产品嘛 那刚好他的产品是立基产品 但是从这个部分 那时候我们是卖那个潜水用具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卖潜水用具 当然呢 可是说真的 潜水用具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任何商品 所以我自己就 自己发明了一套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看供应商的Katolog 对不对 然后可以看到 好几种很多不一样 有些甚至听都没听过的东西 然后你就每一个产品拿去 你想要卖的平台上会卖 比方说你想在Amazon上卖 然后你就去search那个产品 然后看看他有多少竞争对手 所以基本上就是以 我们去以他有多少的竞争对手 来评估这个东西 究竟是不是立基商品 那这个是电商的方面嘛 那像我的这个方面 就是我做 我卖这个线上课程之前 之前是教电商的 那其实说真的 在美国市场 教电商的其实非常非常多 那电商其实我说真的 我也不是做到最好最棒 只是我happen to我出来教 然后我所锁定的是中文的市场 所以这个就是在线上课程里面 这个我的立基市场 因为当初一开始 我做线上课程的时候 我是用英文为主 我就是用英文的 然后后来发现 好像就是 好像有点饱和了 就是用英文在卖这个电商课程 已经很多 我觉得 那我既然会讲中文 为什么我就不shift 然后刚好我又发现说 有很多学员 都是会 都是在美国的台湾人 我想说 那也许其他国家等会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是这样子找到的 也许在电商那个时候 可能在国外还蛮多人讲的 但就我所知 可能在台湾那个时候 还不是那么风行 而且你也找到了一群 对的target audience 你去转向了 做了一个调整跟pivot 对的商品 然后加上对的这个受众 然后所以这个business model 就work了 好 那在这一路走来的经验 我相信 那段电商的历程 应该对你现在带来很多的 一些学习跟收获和成长 你觉得 你最大的收获跟成长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管人吧 虽然我不能说我自己现在管人管得很好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就是 公司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比较official 一个比较正式的training material 然后最好是用影片拍的 有一点点像是我们现在在做线上课程 然后把那个线上课程把它拍成一个内容 然后交给你的呃员工 这个部分 因为之前我其实比较喜欢单打独斗 我真的不喜欢 我真的不喜欢去处理那些人事 但是因为如果你要做大话 你就还是会需要请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是我学习到最多的 对 对管人的部分 你刚刚分享的就让我想到 我们上一集节目啊 也邀请到生鲜石书的老板 生鲜石书是台湾一个知识型的媒体平台 他也是说怎么样scale up 从一人公司变成小型公司 中型公司 甚至到大型公司的蛻变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可以聊很久 但因为你今天你实在是太多有趣的话题可以聊了 我们赶快切入重点 去年那个YouTube的事件啊 让你声名大噪 然后也很多媒体开始访问你 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是蛮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往往有点不知所措 然后觉得哇 这该怎么处理 你现在回头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 才跨越我自己的心魔 其实我前一站只有找心理咨询师 therapist 然后帮助我跨过这一段事情 因为其实我一直以为那件事情已经过这么久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就我在跟其他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可以感觉到我的就是胸口觉得很痛 然后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有点想哭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不对这不对 然后我就赶快去找了就是心理咨询师 然后他慢慢的帮我带出来这个这个情境啦 那现在往回头看 我最近开始我渐渐开始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就是我现在很感谢他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成长了非常多 然后也让我意识到我在做这个线上行销这个部分 我哪方面可能没有做到做好的地方 然后我去学习 所以我相信就是带着这个失败 也不能说是失败 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些经验 然后让未来会把我的线上行销做得更好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很好奇 你是怎么样 我相信你觉得这是你创业以来最大的一个坎吗 我觉得我觉得是耶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到底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的心境还有怎么样跨越的 除了你后来现在找那个therapist 当初你是怎么样度过这段风暴的 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跨过去 好诚实 我不能说就是没有跨过去 就是说这一件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就这样结束 我是不是就这样玩 就跟你前面讲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那后来是因为 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 他是做PR 他告诉我 你要去接受采访 然后新闻采访 然后刚好那时候 有一个那个YouTuber Alan 他的channel叫什么 Men's Game 那之前我刚才有联络过 他还刚好找我 找我 然后我们就聊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他那个影片 才让台湾的观众对我的 perspective 对我的那个中文是什么 观点法 对观点 观点有转变说 哦他这个人只是广告打太多 就这样子没什么 因为其实在美国来讲 我们接触到这些广告的机会 其实非常大 就每天都看到 然后每个人的户都差不多 但是因为我广告打在台湾 他们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广告 对手法 然后也许我是第一个我不知道 然后再加上说 然后再加上这个 呃台湾非常多的诈骗 然后会在YouTube上面 所以就造成了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 创伤应该是在于那些 我觉得那个迷因也有吧 就感觉好像是变成一个 笑话吗 呃 全国嘲笑的 对 笑话的那个对象 然后被 一下子 然后被全国 质疑说 哦 就是 你是做诈骗 即使到现在都还是有人在觉得 我是做诈骗 这个是 这个是为我来讲是 最伤的 哦 虽然 对 我之前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会有一点点 哦 我没办法讲下去 但 呃 不 我不能说完全好 我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还是心里面有点感觉 但是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嗯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过程 非常感谢Alan愿意真诚的跟我们分享 对他带来那么大影响的事情 我也觉得我好像蛮狠心的 让你重新去 面对那一段过程 不过 相信你现在也从这个事情当中 就是 嗯 比如说你现在你也在有获得专业的协助啊 然后我觉得 嗯 这件事情 其实反过来看 它也是一个让 大家对Alan Pro这个品牌 有印象的一个事件 所以就是 谁能载收 亦能复轴 但是你 你现在还就是 想办法跨过来了嘛 你找专业的协助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给很多 在网路上面受到 呃 一些引起一些风波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也有这个经验 或他正在这种旋风当中 你的这个经验的分享 我觉得 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力量 或者是鼓励 就是 I'm still survive 而且我的business 其实现在越来越好 哦 好 那在节目的 哦 最后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 身为很早就开始创业的 这个先驱者哦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大家说 你有没有什么 一些take away 可以带给大家 我觉得其实说真的 呃 刚开始的话 我不觉得 我觉得不要own in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 坚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just do it 就是有些人会 横估太多 然后想太多 哦 如果 如果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怎么办 如果会做不好 怎么办 会不会倾家淡产 然后写本无归 就是 基本上是不会有 这件事情的 呃 因为 所以 所以为什么叫大家 不要own in 比方说 你现在手上的钱 可能有十万美金好 你不要拿这十万美金 全部投去创业 你就拿一个 baby五万 就是你 OK的一个 你用掉这笔钱 你并不会有 就是会 没东西吃啊 或是房子 没地方住啊 这个情况 来创业 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 嗯 也是我们节目 所鼓励的 不离子创业 那除了这一点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不要那么害羞嘛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有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 呃 在e-commerce 这个部分的 business的打造 嗯 在e-commerce business 这个部分打造 其实也就是 刚刚有讲到 呃 就是选择立即产品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 好了 不不 任何的创业 我觉得就是要选对 你的立即商品 嗯 在一个很 crowded的一个marketplace 然后 stand out的方法 就是找到你的 target audience that's not really unique but 不是所有的人 都会是你的 都会是你的顾客 就是有一部分 能是你的顾客 然后让这群顾客 变成你忠诚的客人 but anyways 我会认为就是 就不要想太多 just just do it 当然 这一路上会遇到很多 嗯 挑战啊 就是想办法 去跨越它 因为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 对 just be prepared yeah 我觉得你现在讲了 轻描淡写 但是其实这中间 是经过很多淬炼 因为我刚买 我创业一周年的 这个里程碑 然后我最近 刚分享了一篇文章 其实也就像你刚刚说的 行动是最重要的 行动比完美的计划 有效一百倍 as a business owner 我也是这样认为 虽然我现在是艺人公司 所以你看 不管是艺人公司 还是像Allen 现在已经有团队的 我们的心得 一路走来都是 just do it 真的 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部分 你开始了没 或你被卡住了 甚至是你已经做到一个 极致 但是你想要再挑战你自己 就继续往前 继续走吧 你就知道你下一步 该怎么走了 而且Allen 是不是有在现在 你的线上课程教大家 有教大家怎么样 找到立即市场吗 这个部分 你的最新的课程 有涵盖这个部分吗 我的最新的 你说教大家怎么样 打造自己的线上课程 是不是 找到立即市场 找到自己线上课程的 立即市场 课程都没有教 对 OKOK 好 我们也会把这个课程的连结 放到我们节目资讯栏 好 我们今天谢谢Allen 跟我们分享 他2009年 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还有跟我们分享 带我们回去那件 去年那件 YouTube事件的风波 真的很感谢他 愿意这样真诚地 把自己的故事 摊在大家面前 然后成为大家的一个 鼓励或者是养分 这样子 谢谢你All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